缅甸在6月1日失去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当年是前缅军总司令的时候 米昂来还是军中的一个小卡拉米 他叫杜雅吴丁乌 媒体简称吴丁乌 他是前缅军的总司令 也是民盟的荣誉主席 于2024年6月1日上午8点45分 在仰光综合医院去世 享年98岁 缅军现任总司令米昂来 是1956年出生 今年68岁 他比吴丁乌整整小了30岁 吴丁乌的突然去世 对缅甸有什么影响 大家好 欢迎订阅妙闻史 吴丁乌上将是上世纪80年代 缅甸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他曾担任缅甸军政府的高级官员 一度被认为是缅甸的二号人物 然而 由于与时任缅甸领导人奈温存在分歧 吴丁乌上将后来遭到了清洗 并被剥夺了军衔 1988年 缅甸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 这一年 缅甸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民众要求结束军政府的统治 并实行民主改革 在这个关键时刻 吴丁乌上将与昂山素季 同创立了全国民主联盟 走上了与缅军抗衡的民主道路 昂山素季是缅甸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 她因其父亲的影响力和自己的政治理想 而成为民主运动的象征 吴丁乌上将与昂山素季的合作 标志着缅甸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 为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盟成立后 吴丁乌上将和昂山素季 共同领导该党参与政治活动 争取民主改革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 但他们的努力为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吴丁乌上将的政治生涯 和他对缅甸民主的贡献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缅甸政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吴丁乌上将在去世的前一秒 还是民盟的名誉主席 只要他还活着 他的影响力就还在 他也希望缅甸的大选能够如期到来 这样呢 他就可以推动民盟高层 即被关押的昂山素季 参与大选 2021年2月1日清晨 缅甸军方发动军事政变 逮捕了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总统温敏和大部分的高级官员 随后在军方电视台宣布 军队已接手国家权力 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 2021年12月5日 上任10个月的敏昂来 亲自登门拜访吴丁乌 足以说明吴丁乌的影响力还很大 根据缅甸法律 紧急状态可以通过延期持续两年 此外 选举筹备工作需要6个月 因此 当时外界预测 下一届大选的各项筹备工作 将于2023年8月结束 但是到了2023年8月1日 娘来发表演讲 她表示 未来大选需要在国家政治恢复稳定时举行 有关的法律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筹备 也就是说她自己打脸了 抢位子的时候承诺的话 现在不算数 什么时候能大选遥遥无期 吴丁乌上将是缅甸的元老 只要她还活着 她这个民盟名誉主席 就会推动昂山素季参选 如今她突然去世 意味着昂山素季可能没有机会翻身了 吴丁乌的去世 使缅甸政局更加复杂 当前缅甸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包括政治动荡 经济困境和社会不稳定 吴丁乌的去世 让人们对缅甸的未来更加担忧 首先 政治动荡可能会加剧 缅甸军方在政变后 掌控了国家权力 但民众对军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依然高涨 吴丁乌的去世 可能会激化这些矛盾 导致更多的抗议和冲突 民盟和其他反对派可能会因为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政治领袖 而感到失望和愤怒 进而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其次 经济困境将进一步恶化 缅甸经济在军事政变和国际制裁的双重打击下 已经陷入困境 吴丁乌的去世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政治不稳定 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外资可能会因为不确定的政治环境而继续撤离 旅游业和其他经济领域也可能受到影响 导致经济进一步萎缩 最后 社会不稳定将成为一个长期问题 缅甸社会面临着贫困 失业和基本服务匮乏等诸多问题 吴丁乌的去世可能会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特别是如果政治动荡导致政府无法有效治理国家 那么社会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 吴丁乌上将的去世 标志着缅甸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章节的结束 他曾是缅甸军方的重要人物 也是缅甸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 他的离世对缅甸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给民盟和昂山素季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缅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包括政治动荡经济困境和社会不稳定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缅甸未来的走向 缅甸的未来依然充满变数 但也蕴含着希望缅甸人民渴望和平与繁荣 希望能够通过民主手段解决问题 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吴丁乌虽然离世 但他的民主理念和奋斗精神将继续激励着缅甸人民 为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据路透社消息称缅甸军政府以保护老年囚犯 免受中暑为理由释放了缅甸原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但仍然处于软禁状态 也就是说限制昂山素季的人生活动范围 不允许其离开缅军政府的视线 虽然被软禁 但昂山素季精神状态良好 这意味着他可以随时东山再起 那么缅军政府会给昂山素季付出的机会吗 当然不会 缅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季的一个重点 重要目的就是拿昂山素季做筹码 让各个地方武装停战谈判 当下人民保卫军 克勤军等缅甸地方武装正在与缅军作战 而且夺去了缅军控制的很多地盘 一些缅军政府高官甚至遭到了刺杀 而这两大武装可是昂山素季的坚定支持者 因此缅甸政府释放昂山素季 很可能就是想同这些地方武装谈判 以便划分好各自的地盘 维持缅甸军政府的基本统治 此外昂山素季和这些缅甸地方武装背后 由美英等国撑腰 使得缅甸军政府很难通过谈判 化解与各方势力的冲突 这些年来 缅北局势动荡不休 这背后总有一双黑手搅动着局势 黑手就是美国 事实上美国以经济援助的方式 干预和渗透缅甸已经多年了 另外一方面 美国又暗中支持克勤军等武装 试图分裂缅甸 去年美国政府就发布了所谓的缅甸法案 该法案不仅对缅甸军政府高官实施制裁 还对缅甸亲美武装给予资金支持 美国搞出这么个法案 显然是想在缅甸点火 让战士持久化 就能给中国身边安装一个火药桶了 在美国地刀拱火之下 缅甸北部局势战火不断 也对我国边界安全形势造成了巨大冲击 为此在4月17日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陆军 空军部队在中缅边界线中方一侧 举行实兵实弹演习 主要目的是检验一线部队的防空打击能力 也就是要阻止战火烧到中国领土 如果缅甸各方武装不识实务 执意与中方作对 势必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当然 中国最盼望以和谈的方式 解决缅甸纷争 这样对中缅两国人民都有利 我们也就不会为缅甸战乱产生的难民而头疼了 现在问题是美英支持的昂山素季是否愿意与缅甸军政府谈判 毕竟昂山素季被缅甸军政府推翻监禁过 双方结下了划不开的梁子 能否一笑缅恩仇也是个问题 自2023年7月以来 打击缅北电炸涉及中国人的犯罪专项工作 取得重大战果 目前抓获犯罪嫌疑人8.2万名 其中4.9万名电炸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 臭名昭著的缅北国感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遭到毁灭性打击 白索成 白英苍 明珍珍 魏怀仁 刘正祥 刘正茂等重大犯罪嫌疑人 悉数抓捕到案 此外 国家反诈中心累计下发指令6.6一条 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69.9亿次 短信68.4一条 紧急拦截涉案资金1.1万亿元 在广大公安人员的努力下 电炸集团遭到覆灭 电炸集团再也没有能力死灰复燃 危害我国民众 我国之所以强力打击电炸集团 一方面基于电炸集团危害严重 我国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国家必须要出手 从而维护国民安全 另一方面 打击电炸集团 可以遏制域外犯罪集团对我国的渗透 强力震慑那些不轨势力 充分提升我国对周边的威慑力 缅甸与我国接壤 双方边境接壤长达上千公里 尤其是与我国云南接壤的地区 那里地形复杂 人员鱼龙混杂 加上地方武装和当地势力的搅局 那里容易滋生犯罪集团 而缅甸军政府内部一些高官为了利益 对电炸集团纵容 使得电炸集团日益猖獗 中国出手打击电炸集团 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维护民众利益 消除危害中缅两国的犯罪集团 从战略上 缅甸是一条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 我国在缅甸修建有油气管道和港口 缅甸保持稳定 有利于我国进入印度洋 此次缅甸电炸集团覆灭 为我国进入印度洋 扫清了一个障碍 有利于中缅两国更好的交流合作 缅甸深受中国文化经济影响 如果想要发展起来 当然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只有与民友好 缅甸的发展将变得顺风顺水 畅通无阻 通過世界衢棋 三国 三国 曝震